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先講講有中日突發消息 據報有三名港人在廣東的韶關發生了交通意外 一死兩傷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時事消息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三名港人在廣東韶關交通意外一死兩傷 死傷者是乘搭內地車牌的私家車 報導的內文看到了 朱月辦在今天12月26日 昨天12月25日 下午在廣東省韶關市發生的一宗交通意外當中 有一名香港居民死亡 還有兩名香港居民受傷 三個人都是乘客 意外發生的時間 乘搭一輛內地車牌的私家車 朱月辦得息事件過後 隨即派員港府當地 為預示的港人和家屬提供協助 在今年的清明節和復活節假期期間 港府接獲兩宗涉及港人內地交通意外傷亡報告 分別位於福建省 福州市 雲南省 香格里拉市 一宗交通意外當中 全車五名香港人當中 司機輕傷四名乘客死亡 司機在當地接受調查 另外在雲南省 香格里拉市的一宗交通意外當中 一格由內地居民駕駛的私家車失事 導致兩名香港居民受傷 還有兩名內地居民死亡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事件是突發消息 據報昨天下午 在廣東省韶關 有港人遇到交通意外 釀成一死兩傷 近期 尤其是港車北上過後 各界都關注在內地如果遇到交通意外的情況 是否數字會有所增加之餘 亦都說保障的情況 最新指指三名港人所乘坐的 應該是內地車牌的私家車 各方的資料仍有待進一步的確實 有關在內地遇到交通意外的事件 我們會持續跟進 另一邊雙亦都說說各大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記者訪問局長許靜宇 許靜宇就嘲諷這個香港已死論 就說這個論據是缺乏根據 說如果是真的話 我們死了很多次了 報道的內文提到 說2023年香港疫情過後 全面復常開關 對於不少高官來說 既要做好內政 亦都要做好外交 國際金融中心 是香港長久以來的金漆招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靜宇為了說好香港故事 少不免頻頻哀諷 他笑言 自己今年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不夠分 忙碌程度 甚至被愛子形容是一隻牛 面對新常態和新環境 香港需要靈活變通 許靜宇贈香港市民一個字 就是時至 時代的時 迎新年 基於港人要把握時機 主動出擊 當中提到 過去一年 局長忙碌 加因香港經濟反彈不似預期 古圖民樓的表現亦不理想 但許靜宇形容 香港人一直擅長打逆境波 就說 我經常覺得香港人很厲害 有時有逆境 是提醒我們自己更加要努力 其實過去說 香港已死的報道有很多 如果是真的 我們已經死了很多次 正因為香港人有這個韌性和能耐 我們到現在都沒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又是局長金句 如果香港已死論是真的話 我們就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厲害 局長不當滿意近年不斷說的香港已死 因為香港真的已死的話 現在已經死了很多次 臨近年尾說的 有意頭一點可以嗎 局長 局長這樣說 我不相信這一套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也轉一下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公屋曹音 話說 一家分住兩個單位 走廊大叫 大聲聊天 老婦人狂大力拉閘韻仔 網友吵到頭痛 報道的內容提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香港公營房屋討論區發貼文 就說被隔離的輪舍吵到睡不到 他透露 單位正對面的走廊尾單位 裏面住了一家幾口 男護主二十多歲 而隔離的單位就住了他已經退休的媽媽 即是一家人分住兩個單位 老婦人經常走到事主對面的單位 找個兒子和孫女 就說有時站在門口 好像街市賣東西一樣 怎麼這麼大聲跟那一家幾口說話 即使兒子一家不在 老婦人都會頻繁拉鐵閘 在兒子的家裡 就說可以十分鐘之內拉閘三次 一日之內對面屋對閘可以拉舊二十至三十次 他就說 禮拜日早上情況更嚴重 就說八點多 差不多九點 老婦人又會踢著拖 開閘站在那裡 就跟兒子大大聲說話 不夠十五分鐘 又會在他那邊走過來我對面那裡 兩個單位頻頻地開閘和生閘 令到他感到非常之擾 好幾次都被吵醒過後 是沒辦法繼續睡的 那我事主曾經把便條 貼在對面屋的鐵閘反應 提及降低聲量 即是拉那個鐵閘 和門口聊天的時間聲量 可不可以細小一點點 就說特別是他 小朋友會在走廊大叫大叫 那時候他聽得出對面一家幾口 有刻意細小一點 他估計老婦人都知道噪音問題 不清楚是不是他以為我 只是給字條給他對面的兒子 那一家幾口這樣說 所以他本人仍然是這麼頻繁 高聲地出入 那當中網友都對事主那個的遭遇都有點同情 建議事主可以試試在大門加些隔音棉 去阻止對門的周邊 又或者睡覺的時間用椅室 也都笑言其實可以試試在門口報佛經 有些網友遇過同類的事情 當時有人建議申請調遷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事主相當頭痛 寫了上網求教 怎算好呢 也不是開玩笑 有些朋友晚上睡眠不足 這房屋人真是很難受 若然每天都是這樣也搞不定 試過就留一張字條給對面 結果對面小聲了 不過老人家好像不知道這樣 那網友就勸 不如跟老人家聊聊天 又或者跟對面也聊一次 那另邊商有些網友就不如要求調遷 那當然調遷可不行 又要看當區的房屋主的房屋主 接不接納這個理由才行 另外亦都說經濟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旅遊業界就說 旅客同預期有落差 那餐飲業又改一個說法 就說生意額較往年 減少了兩三成 報導機內問提到 本港終於迎來2014年以來 首過寒冷聖誕節 但旅客數目不遲預期 那麼旅遊業界就說 同預期有落差 餐飲業界更加指旺丁不旺財 話說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方苑 是一個電台節目應用 整個聖誕節假期 業界生意一般 入境旅客數字不算你想 那麼同預期有落差 感到少少失望 他就說不論歐美 東南亞 甚至內地旅客 來到香港旅遊的意欲 都直線下降得很厲害 很難回復到疫情之前的狀態 香港過往給人的印象 是購物和美食天堂 現在都已經失色 難以吸引旅客 坦白說 即使港人都會選擇到附近的地區 或者不想消費 更加何況是遊客呢 當中 杜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邱金榮說 聖誕節假期期間 市面整體偏淡症 以個人的觀察 例如一些旅遊旺區 尖沙咀旺角等等 雖然人流都算多 但旺丁不旺財 估計業界 整體生意較往年聖誕 減少兩三成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日前皇家和股的生意額減一成一 不過最新有業界的人士 經歷過兩天的紅日過後 就說到生意額有機會 較去年減了兩三成 看來都虧得幾金下 雖然人流是有 不過旺丁不旺財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